凌晨西安街头一辆兵力轿车撞上一辆出租车 导致一丝以上的事情备受关注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最新进展 昨天凌晨4点20分左右 在西安市环城东路与中山门十字口 一辆车号为浙壁55HD5的兵力轿车 与一辆闪AU5780的出租车相撞 车辆严重变形 事故造成出租车司机不幸遇难 最后经过40分钟抢救 还是我不幸离开了我们 而在出租车上 还有一名19岁的男乘客受重伤 让人气愤的是 在事发之后兵力车司机汽车逃逸 而在昨天下午3点多钟 照市司机陆入法网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 西安交警杯林大队 我们了解到在这起事故当中 肇事的兵力车司机李某某男性 1995年出生 户籍于岭 而在肇事时 他所驾驶的这辆兵力车 并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从租车公司租来的 在事发之后呢 交警呢 也是根据这个租车信息 迅速的锁定了李某某的身份 最终呢 将李某某传唤到案 目前呢 李某某已经被依法拘留 记者从先交警 杯林大队相关部门了解到 事发前 肇事司机李某某 还将宾利车开到距离 事发现场几百米外的 一个加油站 下车加雷油 随后就在十字路口 发生了事故 根据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 初步排除了李某某 酒驾独驾的可能性 而在警方调取的道路监控中 发现 宾利车在事发的十字路口 速度很快 并且有闯红灯的行为 事故发生后 肇事司机李某某 非但不救人 反而汽车逃逸 这在法律方面 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李某某驾车违反交通道路的 相关法律规定 致人死亡并逃逸的 涉嫌违反我国刑法的交通肇事罪 根据我国最高院交通肇事 相关司法解释呢 如果李某某未逃逸 量刑标准是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果以逃逸的情况下呢 量刑标准是三年到七年 或者是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我们了解到事发时 宾利车上除了司机 还有两男两女四个人 在事发后 这四个人也离开了现场 他们在事故当中 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车上的四人尽管未驾车 但如果该四人 指使李某某逃逸 指使这个受害者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以交通造势罪的共犯论处 今天早上先是交通局出租汽车管理处 出租汽车协会和西安Taxi互助联盟爱心团队成员 都前往了被撞出租车司机李师傅的家里 向家属表达了爱道 并且从出租汽车爱心基金中 只取了5000元 作为复习金交给了家属 目前先交警北林大队 还在对此案进行细致调查 之后会对外公布调查结果